這個短片主要是教同行們一些基礎的Excel 操作 第一部分就是教大家如果你在Excel 裡面有了一個數據表格之後 怎樣可以把它貼到 Work 上 因為你提交報告是需要用 Work 文件來提交的 第一步就選取所有的數據 然後按右鍵複製 去到 Work 上你就選擇貼相 記得在這個環節中要注意 選一選貼相帶有框的模式 第二步你就可以看到 Work 上面有些版面配置 你可以選擇自由調整它的大小 或者是手動調整它的大小 可以看這條影片有示範給你看 所以大家現在手上已經收集了一組數據 為了方便做統計 接下來我們會教大家幾個常用的Excel 函數 第一個就是 Count If 首先你要在你想要用 Count If 函數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點一下 右上角的 Fx 按鈕 再在對話框裡面輸入 Count If 這個字母 你就會找到想要的 Count If 函數 記得一定要點第一個 而不是第二個 在選取函數之後 對話框會提示你輸入一個 Range 你就會在問題相應的位置找回你要統計的範圍 接著在第二格 Criteria 輸入你想要統計的字母 譬如現在我想要統計 A 我就輸入了一個 A 它就會得到你想要選的高一格 究竟出現過多少次 就達到了統計頻數的目的 如此類推 BCDE幾個選項都按回剛剛相同的步驟 你就可以完成各項的統計 接下來教大家使用深函數 它是一個幫大家統計總數有多少的一個函數 好像剛剛這樣 首先你是點擊了合計旁邊的儲存格 然後選取 Fx 這個按鈕 點進去之後輸入 Sum 尋找深函數 選完之後會有對話框彈出來提示大家選取範圍 你就選取 A 至 E 的五格 你就可以統計到前面的頻數加上總共有三十個 當我們得到了統計表之後 現在我要教大家如何通過統計表來生成統計圖 首先你要選取你需要畫圖的數據 記得千萬不要選擇合計的一項 選擇之後你會見到左上角有插入的按鈕 點進去之後會有生成圖表的功能 你會見到有很多種圖可以選擇 我現在以平面直條圖為例子做介紹 當你暗了之後你會發現 在介面裡多了一個條形圖彈出來 接下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幫我修改它的圖表名稱 修改完圖表名稱之後 點擊圖像的位置 你會發現你可以更改圖表的一些樣式 按照你個人的喜好和美觀度 來對圖表進行一些調整 利用Excel軟件 我們除了可以生成條形圖之外 其實都還可以生成線形圖 或者是節線圖其他我們常見的類型 它的步驟和條形圖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選取需要的數據 然後點擊左上角的插入 之後選擇我們想要的圖表類型 就可以了 當圖表顯示出來之後 我們首先和剛剛一樣都是更改圖表的名稱 接下來就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美觀要求 去調整這個圖表的形狀和內容就可以了 記得在報告的最後要注意我們整個報告的 美觀度、整潔度和其他排辦的要求